其實就跟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那個 if,else,if,else,else 也可以取代switch case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兩個 其實基本上因為它有不同的特性 那只是說這個特性明不明顯 也許switch case它的特性是效率高 可是因為CPU效能變快之後 這個效能這個特點已經幾乎不存在了 那所以我們撰寫這樣就是else以不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甚至我跟同學講說 你可以把switch case可以把它忘記沒關係 忘記以後呢 else全部都可以取代 沒有問題 那甚至我也是說 你也可以把壞迴圈給忘記 因為form迴圈幾乎都做得到 那但是 有些狀況還是用壞迴圈比較好理解 因為它強調的是條件部分 所以你又多一個初始值又多一個步進 有時候反而不是那麼好理解程式 那for迴圈 除非如果你有個結構很明顯的 那你用for迴圈其實會比較容易 不過坦白講 我還是比較喜歡用for迴圈 我想for迴圈 你那個初始值跟條件 步進都放在一起 那換回圈一下子要 初始值要放上面 然後步進又要放下面 條件放中間 所以很多同學 常常忘了一個 比如說你步進忘了 那怎樣 無窮迴圈 因為那個條件永遠不會 有沒有 如果你這個家家忘記了 就完蛋了 就會死了 死在這裡 是不是 不信的話 我讓一下哥哥看 因為常常都發生這種狀況 同學這樣一run 嗯 沒有東西 而且程式一直 有沒有 一直在動啊 因為我們的CPU 的執行序一直在跑 好 同學說 糟糕 而且越跑可能 會越慢越慢越慢 也可能會盪掉了 因為他可能一直在在在做 所以特別說 如果你這個行忘記沒關係 記得這邊有個start 趕快把它停掉就好了 就是這樣子 那換回圈很容易 因為你的步進 你沒有給他步進 就是你一直足以加益 如果沒有加益的話 他會無窮迴圈 無窮迴圈 就盪掉了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差異點 所以請各位 等一下呢 也把上回圈 稍微改一下 甚至可以改一下 想一下就說 如果我今天 把那個剛剛99生法表 有沒有辦法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壞迴圈 也可以啊 因為壞迴圈也可以潮狀啊 對不對 沒有問題 所以這一點 我想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